让我们来回顾一下2009年那场哥们哈根大会 那场哥们哈根大会对于关心全球暖化的人来讲 是一场伤心的回忆 他们列出了全世界100个即将消失的地方 然后过去四年来我们不止没有任何的努力 反而把整个排碳的问题继续的恶化 各国对于石化工业都没有祭出碳碎 只要主张碳碎的政治领导者就会被赶下台 这个大概就是过去的四年来 国际政治跟许多国家内部政治各种角力之后的一个结果 而地球只有一个 它属于所有的人 它不属于石化业者 不属于石油业者 它属于所有所有的人 也属于我们的下一代 再回顾2009年哥们哈根那一场 由113位全世界各国领袖参与的高峰会时刻 我们特别感叹的是 当时我们独家专访了联合国气候变迁 小组的Schneider主笔之一 这位Schneider教授已经有了血癌 但是他不在乎他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 他知道地球随时可能崩溃当中 在2015年之前 如果碳排放量不能控制下来 人类就没有办法控制这样一个全球暖化 结果在那场高峰会之后没有多久 他继续的在全球奔跑 然后来不及看到这次的纽约高峰会 来不及看到各国领导者实质的努力 他已经在一场国际会议路途当中已经往生 让我们来回顾2009年这一场哥们哈根的大会 还留下了历史的记录 留下来伤心的记录 希望这次纽约的高峰会 不要成为第二个哥们哈根大会 2009年耶诞节前夕有同化国度美誉的北欧丹麦 替全世界点燃希望的烛光 引引日历严重的全球暖化议题 人类历史前所未有119位国家元首 齐聚哥本哈根 参加第15次联合国气候变化 纲要公约会议 文件的世界周报当时在丹麦 独家专访和美国前副总统高尔 共同货班诺贝尔和平奖的联合国IPCC 评估报告主笔之一 美国史丹佛大学教授史奈德 他特别强调 新协议一定要定出法则 因为京都议定书最大的败笔 就是无法强制各国执行减碳 负责撰写IPCC评估报告的26位科学家 包括史奈德在内 在大会前特别发表 哥本哈根诊断书 指出各项证据显示 气候变迁远比当初估计的还要严重 地球暖化的指标北极 融化速度加剧 南极大陆也开始暖化 一旦南极冰棚融化 可能导致本世纪海平面上升 1到1.5公尺 海平面的上升 将是对人类未来长期最大的威胁 第一波均地提供 一和二地 直到海域和重新海平处 在海女厂的ician杂 羜水低調 更大加温暖而免暖 就放回地上 可是陽光都滑來 我們看到了 我們不願意去和 然而地下舞 聯合國把這首Bob Dylan 在半世紀前演唱的 《暴雨將至》 定為各本哈根大會的 非正式主題曲 當年人類得面對核戰威脅 如今極端氣候肆虐 許多國家卻依然未能正式暖化險境 一旦暴雨將至 滅亡之日就不遠 再回頭看看 哥本哈根市中心 知名的國王廣場 當時展出的一張張照片 正是聯合國認定 全球可能因暖化 最快消失的一百個地方 誰都不知道 十年二十年之後 這些美麗的讓人心醉的所在 地圖上留下印記的天涯海角 還會不會繼續留存 還會不會再驚靜 陈天涯海角